汐止五指山区最近招人摆放捕兽夾 山珠钓造成不少猫狗误采受伤 虽然之前是亲了一批 但是这两天又有几只流浪狗被夹断腿 爱狗人士直说就不完 17号下午洞宝处在派园搜捕兽夾 但是山区的范围太大 无功而返 好先放这先放开 上面还有一只 这次听到狗狗惨叫声 爱狗人士急忙急刻救援的画面 只见这只狗误采山珠钓无力挣脱 而这其实只是其中之一 这也让民众看得很不舍 因为不少狗伤得太重得要截止 因为那是斜坡 那狗是后脚这样绑着 已经在斜坡脱掉着 看到很可怜 目前就大概有十几只 可是还有好几只还没救到 我们昨天就是在全美 那下面 那土骑城那边就 要救另外一只断腿的黑狗 结果下去是看到另外一只黑色的 本来就三只脚 现在就剪掉一只 就剩下两只脚 这看要怎么放 前一阵子都已经发现有一些流浪犬只被捕兽甲山珠钓 受伤了 那蛮严重 有的已经截肢了 那最近又开始又发现两个捕兽甲 昨天又发现了两只狗受伤可能都要截肢 对有人在山区里头违法摆放捕兽甲山珠钓造成猫狗误采陷阱夹断 在那下面那一个就抓找到五个 那自己才刚发现就找两个了 今天东宝处又派人来带着扫描去来 金屎探作器再扫描 那影哲上希望把这边的捕兽甲跟山珠钓全部清除完毕 这样子 这边山区大了大概我看要有人力的誓言才有可能 17号下午市府东宝处也拿着金属探测器到山区里头搜寻捕兽甲 寻妈妈带着他们在昨天发现流浪狗受伤的地方找 只是整个山区范围实在太大 尽管在周边转了一圈 但还是无功而返 像这个是昨天发现的山珠钓 这对猫狗的杀伤力也很强 物财想挣脱就得付出代价 只是山区招不肖人士摆放的捕兽甲 不知道还有多少 市府动宝处只能持续的再找找 以免再有猫狗物财重伤 九层慧玲系纸采访报道